大律師工會昨天就港區國安法發表聲明提出多項疑問 工會前主席、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說 會為負責任的專業團體工會發表的聲明 不應該充滿挑釁性製造恐慌 大律師工會問的問題是令我非常詫異的 為甚麼呢?因為作為任何律師其實你都會回答 你不需要問人 一個負責任的專業團體如果時不時要發聲明 我都是希望聲明不要充滿挑釁性或者製造恐慌 或者將事情無限放大 如果條文都未看到的時候 應該根據事實、根據現有的憲制秩序 根據法律的內容 就說我覺得這條條例應該跟其他法例一樣 如果跟其他法例一樣 即是用普通法去處理 湯家驊又說港區國安法沒有凌駕性 但是基本法本身有凌駕性 當中有保障市民自由、權利的條文 市民可以遊行、示威、表達要求官員下台的訴求 但是這些保障可以受同國家安全有關的法律所限制 法庭可以作出傷情性測試 判斷限制是否合理 所以我會想要做法庭的法庭 所以我會想要做法庭的法庭